9月25日晚上,贾乃亮发微博拍出一张,自己躺在收纳箱上休息的照片。 照片中贾乃亮皮肤黑了很多,有人看上去经受切结识,虽然在室外,也能看出睡得很香。 除了照片,贾乃亮还配了一句话,做值得的是,就这样睡一觉,真的挺好。 有网友发现,贾乃亮最近的造型变化很大,首先是发型的变化,拍理成了平头。 有人说,平头是检验男性颜值的唯一标准,那说明贾乃亮的颜值还是很能打的,变成平头的它似乎比之前更有男人味。 从这张照片,可以看到贾乃亮手上缠着绷带,绷带上还有血迹,贾乃亮之前很少塑造硬汉形象。 他所塑造的角色,让人印象比较深刻,则都是暖男类形象,有锻炼习惯的贾乃亮身材一直保质不错,最近的君女生活,让他又还右手,他却称值得,看来这次他遇到喜欢的角色了。 而这种像修行一样的自虐式磨炼,很多网友都表示很心疼,希望他在完成自己喜欢的角色后,能好好休息一下。 关于宝上质疑贾乃亮和李小璐在做头发事件后已经形同陌路,其实两个人还是有互动的。 李小璐在贾乃亮生日的第一时间给了祝福,贾乃亮点赞,只是低调了很多。 在妻子李小璐与男星传出飞闻后,贾乃亮表明自己的态度,站在李小璐的一方,这份信任让人感动,只是性格都比得他从此不再微博晒老婆孩子了,估计这也是他保护家人的一种方式。 每年李小璐生日贾乃亮都会送上祝福,今年只能拭目以待了。